我剛接到了一個奇怪的企劃 他要我規劃一場約會 然後也不告訴我對象是誰 那我要怎麼規劃 只給我三個提示 第一個提示是 第三次約會 第二個提示是 是個大職能 第三個提示是 可能是我喜歡的類型 不是啊 誰會喜歡直男啊 你今天去約會的話 對你來說大加分的行程是什麼 逛角落生物周邊店 拍網美照 瘋狂幫我拍一齣很漂亮的照片 待在家裡 我就是這麼宅 我希望可以待在家裡睡覺 吃吃個還可以好吃的餐廳 我就覺得很開心了 覺得如果你約會的對象是一個大直男 他通常會帶你去做什麼 我覺得會就是去山上 或者是去海邊那種 就是騎車啊 頭髮會吹得亂七八糟的那種情況 然後我很不喜歡妝髮糊掉的感覺 是 可能就是在半路 然後可能就是說 可能是 好啦 蒐集完大家的意見之後 我覺得我應該有想法了 我接下來要規劃的行程 應該是那種 男生會喜歡 但女生可能不太想陪他去的行程 而且呢 要送什麼禮物 我的企劃已經給了我一些意見 這個禮物呢 可能是 小至五歲 老至九十五歲的男生 都會為之瘋狂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 約會行程囉 看完 你再跟我說 你會給這個行程幾分呢 這次約會呢 我最後規劃了要騎車去山上看夜景 所以交通工具我選了SYM的DRG 因為今天就是要讓這個男生帥一波 好好享受騎乘的樂趣啊 跟我約會不用顧忌太多 好玩就好 在外觀上呢 新版的DRG有不少的變動 尤其車燈的延伸方式很有科技感 另外這台車還有獲得2024年紅點設計獎 是台灣本土第一個得獎的機車 我覺得對於外觀的喜好 大家見仁見智 但是如果得了大獎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你對於自己的審美沒有把握的話 拜託請無腦相信評審 第一個約會行程時間差不多要到啦 我已經訂好餐廳了 現在就去採點看看吧 我覺得如果你約會的對象是一個大職展 他通常會帶你去做什麼 吃到飽餐廳吧 我要吃就是精緻 然後可以拍出來漂亮亮的食物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吃吃到飽身體上面的感受來說 不是很舒服 但是我覺得呢 其實可能選吃到飽當作一個約會的地點 通常是因為菜很多嘛 大家一定可以選自己想要吃的 也可以避開自己不想要吃的 那絕對不會讓對方餓到 如果從這個方向來想 還是滿貼心的啦 今天很愉快的晚餐後 我們終於要一起去看夜景了 但是首先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女生要補妝啊 頭髮會毛啊 角色真的很多 這次DRG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升級 就是之前讓最多網友 缺步的車廂空間 這次升級之後啊 已經有機會 塞下一個全罩式的安全帽 大家終於有機會不要再當帽子了 還有一點呢 是之前其實有車主反應啊 他坐久了其實沒有那麼的舒服 所以呢 坐墊升級了 而且這次還多了一個騎乘的姿勢 首先是坐墊的乘坐面積增加了 還有看似不起眼 但是超多人超晚的斜腳踏 他讓你長途騎乘更舒服 還有對頓位大的人比較友善 但應該不是我啦 尤其是後座啊 先是降低了落差 讓駕駛的姿勢可以更多的調整 也讓後座的乘客比較好上車 而且還增加了48%的乘坐面積 光是這個天氣程度 怎麼可能還讓你單身 欸我們現在來玩個小遊戲 紅色的磁磚是岩漿喔 不能踩到喔 誰先跑到車那邊誰就贏 可能就是在半路 欸那個籃球機空氣投籃這種 就是那種無聊的遊戲 就是每次都玩一下這樣 對可能 什麼事情都要有意義的話 那活著多累啊 純粹的開心才是最難得的吧 請底下留言推薦我更沒有意義的遊戲 可以當學術研究 這次TRG最大改版的黑歌技 就是Hyper SBIS 我相信這個王牌一出 跟同價位的機車相比 競爭力就很明顯了吧 減少了油耗還增加了馬力 透過高速跟低速時 進氣的方式不同 讓低速的馬力加大 高速也可以全釋放 除了增加了汽車的樂趣 也讓燃油更有效率 我覺得它起步很猛耶 油門吹得要很小心 不然人會飛出去喔 在市區的時候呢 感覺它很沉穩舒適 山路爬坡的時候呢 又像是馬力怪獸 就算是陡坡還是有很多餘力 感覺馬力都用不完 而且啊 因為它是158cc的車 有一定的重量 所以在過彎的時候 感覺也很穩 不會飄飄的 你不覺得這次DRG的研發團隊 真的有認真在收集車主的反饋 真的有用心嗎 像是上一代車主碰到的一些問題啊 或是擁護看到的一些短處 它這次都有針對性的調整 那這一次的DRG呢 我覺得它繼續專注在它的運動性之外 它的舒適度 真的增加了不少 尤其一般來說啊 比較注重性能取向的車款 我真的很少看到那麼注重後座的 那只能說明一件事 那就是 DRG的車主都交到女朋友了 那如果你還沒有交到女朋友的話 我差點忘了 我還有準備一個禮物 如果你的約會是個大直男的話 你覺得他通常會帶你去做什麼事情 可能送很貴重的那種禮物嗎 或是我根本不知道可以幹嘛的禮物吧 一隻超值的樹枝 男生在出了社會之後 很多次會逼著他們假裝成為大人 但其實他們心裡也是完全不願意的 如果在看這支影片的女生啊 你有一個直男的約會對象 拜託請給他們一些鼓勵 他們可能已經很努力了 只是方向跟你們期待的不一樣而已 所以我約會對象到底是誰啊 我出的時候就知道了啦 那你覺得今天約會的耳其聲 怎麼樣呢 我最討厭吃那種吃到飽了 而且不要再給我玩樹枝了 然後再給我一下